欢迎来到关键看点 节目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和小铃铛按钮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节目了 谢谢大家 本期看点1 高通英伟达跑路三星投奔台积电 台积电躺赢稳赚 2 骁龙8 Gen1 Plus工艺确定 提前出货 研发科天机9000要危险了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三星一直都希望能够在芯片制造业务领域 超越台积电 于是三星不断提高芯片制造技术 与更多的客户建立合作关系 而三星也确实拿到了不少订单 比如为高通生产多款高端旗舰芯片 可是让三星没有料到的是 高通突然跑路 将部分订单转向台积电 还有英伟达也做出了转单跑路的行为 而台积电却坐享其成 三星怎么了 还能实现翻盘吗 高端芯片制造市场 完全被三星和台积电掌握 其中台积电凭借更先进的技术优势 始终保持领先的地位 三星奋起直追 计划在未来十年加大研发投入 达出超千亿美元的资金 在非存储芯片领域投入部署 从结果来看 三星的工艺节点和台积电 几乎是保持一致的 看来一切皆有可能 可俗话说的好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三星也许是过于着急了 对芯片工艺良率的把控不是很好 关于芯片良率 三星还是失算了 据悉 高通 英伟达都因为三星芯片良率过低的问题 将部分订单交给了台积电 其中台积电把骁龙8 Z1 Plus的全部订单 交由台积电负责 而英伟达接下来生产的 5纳米GPU图形处理器 也准备涌入台积电生产线 还有更多的客户 也不断将芯片代工生产的合作意向 放在了台积电身上 此时的三星终于是沉不住气了 若继续这么下去 客户订单就难以把控了 自己辛辛苦苦研发出来的工艺技术 组建出来的生产线 可能因失去客户订单而难以维系 于是三星展开行动 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 搞清楚用于提升良率的资金 是否落实到位 并分析产量良率报告 是否有造假行为 由于还处在调查启动初期 所以无法得知具体的详情 但是从三星开展调查行动 就已经能看出一些关键了 那就是三星也开始直面良率低的问题 至于为何说三星失算了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按照计划 三星4纳米工艺的量产时间和台积电 是保持一致的 甚至由三星代工的4纳米芯片 终端上市时间 比台积电4纳米芯片 终端上市时间还早 差不多相隔了一到两个月左右 如果三星能将更多的时间放在提升良率上 而不是追求比台积电更早上市的商用效果 也许就不会这样了 可三星没想到 率先上市的骁龙8Gen1引来不少的热议 给三星自身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若非如此 三星的高通 英伟达等大客户 也不会将订单转向台积电 台积电或许也没有料到 订单就这么 从天而降 高通和英伟达的订单总量 肯定都是不小的 预计能继续为台积电的营收 做出不小的贡献 台积电也算是坐享其成了 不需要特意招揽客户 客户就自己来了 台积电只需要敞开大门 运转生产线 保障正常的芯片生产出货即可 不过现在的问题 是三星还能翻盘吗 眼看高通 英伟达的订单都跑路了 如果三星再不做出改变 谁也不知道将来三星会和台积电 拉开多大的差距 三星能否翻盘 就看对芯片良率的控制程度了 只要三星能将芯片良率 回归到客户能够接受的水准 即便做不到100%的良率 但只要能有效控制芯片 制造成本 不至于造出太多的废料芯片 估计也能说得过去 可关键在于 有数据爆出三星生产的 骁龙8Zen1良率只有35% 这个程度的良率不能说是完全失败 但也算不上绝对成功 尤其是几大手机厂商 争相抢购高通 骁龙8Zen1芯片的情况下 对产能要求是比较高的 良率低意味着生产出来的 可用芯片不多 在同等的晶圆物料配比下 良率高的话 不仅能更好发挥出芯片性能 而且对产能也有保障 相反 良率低影响的 不仅是芯片制造商的口碑 也会给客户带来不便 所以现在三星的问题 是想办法提升良率 尽快找出良率低的问题所在 具体就要看三星的调查结果 是否有效了 三星的客户将订单转向台积电 这也不能怪客户 只能说三星需要好好反思了 稳诈稳打 需要三星拿出更多的时间 去把控工艺良率 而不是过于着急拿下订单 占据市场份额 台积电就是凭借质量取胜 有了质量才有数量 几十年的核心技术积累 让台积电成为全球领先的芯片制造商 这一切都得靠稳扎稳打 芯片制造可及不得 三星也没有料到 高通英伟达会做出转单的选择 不过三星早该明白 在目前的良率面前 想要将客户留下来是有些困难的 台积电以质量取胜 因此长期稳战第一 三星要好好学习 只有这样才能永滩高峰 下面来关注看点二 骁龙8 Gen1 Plus工艺确定 提前出货 研发科天机9000要危险了 手机性能一直都被用户非常关注 尽管市场中经常传出性能过剩的言论 但即使是跑分突破百万的处理器 也会出现不够用的情况 只因时代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以前可能大家只会用到一款社交软件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多款社交软件出炉 同时还有很多用户运行多个后台软件 那么对性能的要求真的会非常高 在这种背景下 骁龙处理器的高性能表现 成为了很多用户的首选 也成为了软件厂商优化和手机产品 打造的首要考虑对象 这也让骁龙的影响力变得很高 需要承认的是 去年的骁龙888处理器受到了一些争议 有很多用户觉得发热量非常大 并且十分期待全新的改变 这也让骁龙8Zen1的关注度很高 还好的是 骁龙8Zen一从发布到现在的表现 还都算稳定 也表示高通骁龙在这个方面确实正在发力 以及手机厂商也加强了散热技术 为的就是让用户的体验变好 消息称骁龙8Zen1的升级产品 骁龙8Zen1 Plus处理器采用台积电4纳米工艺 并不会继续采用三星工艺 而且骁龙8Zen1 Plus处理器会提前出货 看来变革也要开始了 因为去年的骁龙888处理器采用三星工艺之后 有很多用户认为发热量大和工艺有关 加上之前采用台积电工艺的骁龙处理器 在市场的表现上都不差 在这种背景下 三星工艺的口碑也就逐渐走低 换言之 当骁龙处理器打算去和台积电深入合作之后 那么也就意味着稳定性会变得更强 尽管现在还没有正式进行搭载 但目前却传出了各种要深入合作的动向 甚至传出了高通公司已经决定 将其所有3纳米新一代应用处理器代工委托给台积电 并将于明年商用 不难看出 从骁龙8 Gen1 Plus处理器传出要采用台积电4纳米工艺 并且要提前交付的消息之后 直接意味着要和三星工艺暂时说再见了 再加上明年的新款处理器也要和台积电进行合作 那么骁龙处理器或许真的早就稀有所属了 不然也不会采用一系列的策略 虽然此前消息称是三星3纳米工艺代工骁龙处理器 不过现在来看三星在代工骁龙上要出局了 或许这点和三星最近一系列的表现有关系 更是有报道称 高通因三星电子代工良率过低 已决定将其骁龙8 Gen1芯片的订单 及后续三纳米芯片订单转向台积电 所以说三星逐渐丢失的订单和其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不然高通骁龙处理器的下一代芯片 也不会去更换台积电工艺来进行打造了 如果只是看目前的消息 对于其他处理器来说也就有着不小的压力 尤其是逐渐崛起的联发科 更是会有着很大的冲击 要知道 今年的联发科处理器 虽然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级 但是天机9000处理器 还是被很多用户看好 不仅采用台积电工艺 还在跑分方面突破百万 实力可想而知 但可惜的是 当骁龙处理器进行一系列改变之后 也就意味着要抢先联发科一步了 这也是产品本身发展方面 会产生不同的原因之一 当然了 当高通骁龙处理器疯狂发力 以及联发科紧随其后之后 也就意味着用户要有福了 起码在性能上的体验 会变得越来越出色 因为现在的手机厂商都在致力于体验 一旦性能上的稳定性得到大幅度提升 那么也就意味着 手机市场的未来发展会变得很强 所以说 当各大厂商进行竞争的时候 消费者也就开始受益了 这是一件好事 而且当产品提升的时候 用户的选择欲望也会跟着大幅度升级 手机性能的极致表现和功耗 都会影响到用户的实际体验 骁龙8 Gen1 Plus处理器 对于联发科来说 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冲击 起码在步伐上面 高通骁龙要更快的一些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祝大家平安健康 别忘了点赞订阅 如果你有读到的见解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